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在80年代他曾經做過一些恐怖活動的 美國的油立炸彈人 雲奈巴馬 他是一個數學童材來的 就突然間在U.C. Berkeley那裡讀完這個博士 跟著隱居 深山隱居 但是發現他隱居之後沒多久 有幾個人就接受了一些油包炸彈 有些人炸死了 跟著他就要求出了一個宣言 就是批判嚴厲 批判這個工業社會 最初都不知道這是什麼人來的 但是後來聯邦密探隊 透過他的行文的風格分析 他是一個數學家來的 結果加上他弟弟就篤灰 結果就被捕 在上幾個星期他就在監獄裏面 就高齡勢勢 這個問題就是數學家 其實以你認識是否很多少都瘋瘋的 我又不可以說瘋瘋的 這麼說 我會認識很多很聰明的數學家 絕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但是你是不是瘋瘋的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你說我覺得聰明的那個地步 我會用瘋瘋來的 我都會的 但是我很清楚就是 有一些我們都很認識的數學家 耐力驚人 是能夠頂得順一些沒有其他人 能夠頂得順的人 就是譬如有一些 例如一個數學家 他是娶了一個正務官做老婆 老婆一天煮飯回家那些 其實我覺得那些數學家的耐力是非常驚人 那些數學家我都很佩服他的 其實名字就不開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研究些什麼的 哪方面的數學 因為現在事實上的數學那個範疇是很廣闊的 就是不同的一百年 一百年前我們有講過 David Hilbert 提出了23個問題而已 但是現在你說一個數學家 他不可能知道這麼多東西的 就是每一個分工已經去到微細了 但是尤達炸彈人其實他殺吃的是什麼呢? 他專門研究complex function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什麼叫complex function? 這個故事由我自己學習歷程 就講起就是說 我們會問開方2是一個實數 開方4是等於2 開方2是一個很多小數位的數 開方1是1 開方負1是怎樣呢? 開方負1呢 其實由這個故事開始人人入城了 我們就給不到一個數字 我們就純粹叫做I 一個叫虛的數 然後就是說 他有一些很有趣的數學特性 這個I呢 將它I成I就會變回負1 它會出一個負數 其實很有趣的整個那個虛數或者複數這個領域呢 真的就是由這個開方負1去講起的 那麼我們就會說了 除了這個實數的世界 1234 1.7 2.8這個世界之外 那麼其實還有一些複數的世界 就是可以由一個1加3I 2-4I 3-開方5I這樣一路去組成 那麼整個數學世界就多了一個叫虛數的圍道 而這個虛數圍道呢 就是又很有趣啊 我一開始就覺得有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東西是否現實呢 我們現實生活上大部分時間 我們說絕大部分我們的經驗是感受不到這個虛數世界 那麼但是呢就有 就是在數學家他就研究一下這個虛數世界的數學法則 那麼就而且很有趣啊 發覺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到這個虛數世界的數學法則的時候呢 有時候是可以幫我們計到一些現實世界的實數的 那麼譬如剛才你說的那位仁兄去研究這些這樣的complex function 一些是牽涉到複數世界的銜數 那麼我自己呢我很喜歡 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學的 就是學的那些叫做圍道積分 quantour integration 就是你一定要學到那個複數銜數 讀到一些叫複數分析 complex analysis complex function 你讀到這一門學問的時候呢 他就由那個複數的手段呢 去幫你去計到一些你在現實世界上面 你以為沒得計的數 那麼譬如一個積分怎樣去積呢 一些數怎樣去解呢 那麼原來呢你去學了這個複數分析呢 就是可以你透過了解另外一個複數世界的數學 來去幫你解決一些現實世界的數學的問題 那麼好了說到這裡呢其實就是說 那麼這個都是滿足到我數學上的手段而已 現實這件事是否現實的 其實一直以來呢我們沒有什麼討論 你說如果想回呢我們也都是在對上 某幾個月前的科學回憶路呢 我們有討論過複數世界的 那麼我記得那次就 觀眾反應挺好的 大家都覺得我們捨得說這麼深的東西 但是呢這個禮拜呢我又剛巧得到這麼巧 就找資料的時候我都找到一些 其實我也很想回答一個 嘗試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複數它裡面代表的世界的東西 你說複數可以有時候幫我們解決到一些實數的積分 那麼會不會其實複數這個世界的東西 它是有它的物理而是代表著一些實際的物理東西的呢 那麼其實我就很想去找這件事 那原來不是這我想找的 我是純粹想去看別人的東西來找的 但是有人是真的去嘗試做實驗呢 你去找這個答案 究竟這個複數世界的東西 是不是有現實意義的呢 那我一會我會慢慢介紹一下 那些人是做了什麼實驗來嘗試去找這個答案 那以我理解就是這個複數的分析呢 或者所謂的複數的銜數呢 其實現在在大學裡面是undergrade的課程應該有讀的 有的 如果你是undergrade的數學系 那通常都會讀的複數的分析 那如果你說是有些做一些比較理論和理學的人 也都會讀這些分析 那甚至乎我會說呢 你讀電機啦 計算機科學呢 都有它需要讀複數分析的地方 是啊 我記得讀電機是要讀這個combat function 因為好像有實際應用的意義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在整個那個電路裡面 那些電阻啊 我們知道如果有些電阻 我們很多人都聽過了 純粹就是你 那條式就是什麼歐武定律 是不是 你那個電阻多大 大和小就決定了在一個既定的電壓之下 可以有多少的電流去產生了這樣 如果那個電阻很大的話呢 你最後能夠容許那個通過到的電流呢 都會是小一點這樣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效應 但是如果你在那個電路裡面呢 尤其是如果是交流電 然後有一些其他比較複雜的電路元件 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線圈 或者有一些電容裝置在那裡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覺它對於那個交流電 就會給到一些額外的電 有一些叫做左礦的東西 有些叫做reactant 它就特意用resistant這個字的 但是它也是一種可以抑制著電流通過的 就是一種特性 一種電路的特性 然後我們發覺這些電路特性 原來把它放回到那個複數世界上去算 才是對的 就是原來它最後這些這樣的電路元件 可以給到你那個電路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 原來你是需要用複數來做計數的 那這裡你就會看到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這些複數的東西是有能力進入了一個電子 或者機電的世界裡面 好 那剛才你提到呢 就是在那個物理學上方面有實際的應用 那究竟是什麼應用呢 那這裡呢 又要講一下另外一些的物理 我記得就算我們在幾個月前那集科學回憶錄呢 它講複數的時候呢 我都有嘗試輕輕帶那些例子 那譬如說就是剛才說的電路上面的例子 我們需要引入到複數才能夠準確地描述到那個電路裡面的電壓和電流的關係 還有什麼世界會是用到這樣呢 舉多一個例子 就是你說如果講一個物體 它那個變形的特性 它有多硬正 還有它有那種在它上面能夠產生到幾多那種機械震盪傳送能力的效應呢 又是需要引入到一些複數概念來去理解的 那那裡因為我們最終不是講那裡 所以我就上去碰一下就算了 而在我這個星期找到資料裡面 最有趣的就是一個可能更加多人聽過了 就是在量子世界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得不考慮這個複數和銜數的描述 沒有了複數這套數項 沒有了複數這套理論 整套量子力學我們建構不了出來的 那首先就是講了 最基本如果你看到量子力學那條薛丁格 或者是薛丁額方程 薛丁 jersey equation 已經有複數的成份在裡面了 那你就會見到那條方程式 一邊就會有一些偏微分符號 另一邊就有一個叫IH bar 跟著就是有個時間微分符號 其實就是台掌現在移出來的 這條色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你看到那個方程的 現在台掌移出來的那個 左邊的那個I字 其實就是個複數來的 那現在就是說那些波銜數 拿去的絕對值呢 就是代表著某一個的機率 如果這個是一個對應那個電子 在這個空間的波銜數 這個波銜數你將它去計它的絕對值出來呢 那其實代表著這個電子 它那個的機率 在這個空間裡面分佈的那個機率 說在數學上準確一點 其實就是說 你將那個機率 去將它做一個開方 其實是對應它的波銜數的 照計就是 而這個波銜數呢 是可以出這個複數出來的 裡面當然它就不是一個純的虛數 純得I的一個數 而是就是有一個實數的部分 加上一個虛數的部分 所以整個東西是一個複數來的 整個波銜數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 我去量 就是如果我在實際物理學上面 去量量量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夠 是把它量回來現實世界 就是把整個複數 就只是拿去它的實數的部分 它的虛數部分我們感受不到 我們不知道 所以那是大家會問 你認為我們在量子力量裡面量度 量度來量度去 tutte於實數的部分 但是你又告訴我它其實有虛數的部分 而這個虛數的部分 還要跟上那條Michelin節英格 才能夠準確地算到 這是真的假的 好啦 量度一下便知道 你可以建構一個新的方程式 那个方程式不偏扯任何的幅数 然后你描述量智系统的波涵数 你全部借得实的部分,没有虚的部分 那你最后去跟实验结果比对的时候 你就分到高下了 那你就会发觉你不考虑这个幅数的确实功能 或者你把那些这样的虚数部分抹走的时候 你基本上没办法给到一个准确的模型 告诉你量子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那这里就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在量子力学里面 世界上出现了不止一组的研究人员 是尝试去找一个答案就是说 究竟我如果将量子力学里面那些所有 那些幅数的波涵数里面那些虚数的部分 都拿走的话,那些东西还对不对呢? 我现在答案是不对的 但是在最近另外一个研究里面就很有趣了 他就真的尝试去量一下那个波涵数 看看可不可以感受到它那个虚数的部分 就将那个虚数部分尝试用另外一种形式 让它拿下来的 其实我看过这个研究是来自 祖道田大学的研究来的 很难得这个学校竟然 其实我觉得祖道田有点点跌价的 但是因为它始终只有一个私立的学校 但是它是一种可能传统上的名气 你可以说一百年前祖道田学校是很有名气的学校 但是在近年来说有点跌价 但是你依然看到它有一些我觉得挺精彩的研究 走出来的 那么他们这个祖道田大学的研究里面 他们就尝试用到一些非常之短促的一些激光的默充 那么这些短促的激光默充呢 短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它能够将那个波涵数里面的变化 都能够去将它记录了来 它不是直接地去记录了来的 是需要用到一些间接手段 但是那个间接手段是怎样呢 我就容许我避开了这个问题的细节 那么以往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这种手段呢 就是因为那个波涵数也是一样变化得很快的东西 它变化得快的地步 我们未必有能力去将它很仔细地去记录到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拜托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个激光技术做得越来越正确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越来越短的一些过程 我们可以将它那个snapshot拍得是更加仔细 拍得更加清楚 那么令到我们那个测量能力提高了 于是乎我们现在有能力去捕捉到呢 那个波涵数里面呢 由幅数部分带来的变化 它的效应我们都能够认识到 就才有这个研究结果 我们就能够证实到 哦 原来幅数的部分呢 是有意义的 是我们能够最后变成一些我们量到的东西 是记录得下来的 然后令到我们更加准确去描述到这个系统是怎样的 那么它究竟要用到那些激光是要多精确的呢 那么这里要介绍一样东西 我们听过纳米技术 如果把它转做时间单位 nanosecond就是一个 十的扶九次方那么短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千分一秒 价千分一秒 价千分一秒 就是一个纳秒 现在说的这件事呢 是一个纳秒的一个纳秒那么小 一个那么短促的时间 我们曾经在街上呢 尤其是美容中心听过这些叫皮秒激光 那就是一个比纳秒再短一千倍的一个光的密充 就是这些叫皮秒的激光 就是用来打那些什么去斑 之类的 跟着呢 你也知道我们不会满足于这些 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不会停在这里满足的 就算现在说到飞秒 femtosecond 就是比那个皮秒再短一千倍 但是现在呢 我们讲的这个 今次在这个量子力量研究 研究这个复数的这个研究里面用到的激光呢 就是这些叫比飞秒激光再短 促一千倍的一个光的密充 那个英文就已经叫做 Auto Second A-T-T-O Auto Second 那究竟这个中文的译是怎么译呢 我一时间都找不到 我找到了后面 这个是祖道田那个新闻的稿 Auto Second 对应的是一个中文是怎么翻译呢 它的时间单位是10的-18次方 就是一个纳表的一个纳表 就是刚才都说过 是一个这么短促的时间 就是你要去看到一个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量子世界看到一个这么短促的变化 你是需要用一个这么短促的光来看它 而且里面还不止的 它里面需要用到一些叫做干涉技术的手段 但是我容许在这里就打住就停住就算了 因为我应该是不够时间讲的 以及认为观众投诉太复杂了 我说这个幅数已经够复杂了 还要讲到是那个Auto Second做出来的一个光的 就是由那个Auto Second 这些这样的光的默充 打到一个样馆里面 然后看看那个样馆里面 同的那个放射光的轨迹 由他们给出来的干涉效应给出来的现象 我们来度回来 其实这里说出来 你就发觉一大堆名词组合出来都不知道我什么了 那我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想知道这个波咸素里面 幅数的部分有什么变化的话 是很需要有赖到我们能够发明一个 非常之短促的光默充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一个 10的-18次方的一个这样的光默充 才足够我们有一个好的解像度 来看到那个波咸素里面的幅数部分变化 带来出来的效应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就是说 在今时今日我们又多了个手段 看到那个幅数 在量子力量给出来的效应是怎么样呢 这个也都要拜我们的激光默充技术有提升所致了 嗯 好了 那我相信大家去理教的时候 就比较 听多久了 不是比较遲 怕多时间 听多久了 最好看回祖道田大学的一个新闻稿 好 因为这个是Visualizing Complex Electron Wave Function Using High Resolution Add-to-Second Technology 我看的时候 讲得很流利 讲得很清楚 就这么说了 相辅相成 大家有兴趣的 但是回到这个祖道田大学的公布成果 你会发觉 其实我就是有很多资料 出来就用回我们的画角出来 那希望大家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就是 这个幅数的世界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纯粹数学的手段 很简单 而是有一些超越我们维度的一个物理现象 我们是需要用到幅数的手段 去帮我们去处理的 OK 那现在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新的物理学 叫Eto-Second Physics 就是我想真的是很尖端 那就是 它只是用在研究量子力学的 它直接用这种 就是用一些基本的 可能是物料 或者是变成一种測量器 那会有很大的发展在背后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其实也做得很长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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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只是个门多少 一 vertical burnout 一切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 祢 knocked ninguém 坐自一起工作室 diversity entry 都捏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